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尤甫 我们来看十二生肖的下周整体运势 下周是国立的9月12号到9月18号 那十二生肖我们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是猪兔羊 猪兔羊是结合团队共同打拼 就是我们众人力量集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成功几率更高 所以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语 其次第二组是狐马狗 狐马狗是面对压力乐观迎接 在下个礼拜有很多种压力 可能是工作的感情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 请你要乐观一些 我只给了一个赞的评语 再其次是蛇鸡牛 蛇鸡牛是保存实力静以带动 就是你低调一点保存实力 慢慢的等待下次的机会 所以我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再下面是猴鼠龙 猴鼠龙很好哦 哇下个礼拜前景光明报酬增加 这个前景包括你工作啦 生意啦加薪啦分红啦报酬增加 所以最好的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 那十二生肖呢 有三个生肖在下个礼拜运气最好的 首先第一个是钱财最旺 钱财最旺是属老鼠的朋友 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是属猪的朋友 桃花最红 桃花最红是属龙的朋友 请好好把握下个礼拜的机会 那么在下个礼拜呢 在九月十二号到九月十八号之间呢 二十四节气正好在白鹿跟秋分之间 也是说进入的秋天 所以在民俗祭祀里面呢 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不要赤脚运动 睡前热水洗脚 因为天气冷了 除非你在古时候很多人是打赤脚没错啦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 你要运动最好不要打赤脚 除非是你做那种特别的某种方面的 因为呢天气冷了 秋天到了 那个寒气是从地心里面引上来 引到你的脚底 所以呢你要运动最好不要赤脚运动 然后睡前的话呢 用热水泡一泡 对你身体健康会非常的好 民俗祭祀的第二件事情 打核桃吃核桃 这打核桃意思是收成啊 因为这是季节的东西 这个时候核桃正好成熟了 那核桃是一种温补的东西 它可以健胃啦 补血啦 润肺 对身体很好 所以这段时间呢 在下个礼拜您适合去吃核桃 那民俗祭祀的第三件事情 秋风秋雨秋煞人 这是一句诗啦 就是说因为现在开始日照 太阳越来越短了 气温越来越下降 那有些人情绪呢就开始觉得低调 情绪觉得不安 就觉得心情很不流畅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建议呢 你一定安定你的身心 要清心寡欲 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 身心健康都会比较好 好 以上是下个礼拜 十二生肖的整体运势 谢谢